孔子学院向来被视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楷模项目 但是随着中美两国交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令将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使团 仍来中国的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就呛声 指责美国的行为是将正常合作项目妖魔化 绝不可取 美方有关做法是对中美合作项目正常运作的 幽魔化 污名化 对此我们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另一方面正对美国有意组建一个干净通讯网 以遏止中国通讯商例如华为等 掌控美国的5G网络 赵立坚形容这是做贼喊捉贼 他讽刺美国不过是想建一个自己掌控的监视网络 却以安全来美其名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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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